这是组织培养经过脱毒之后 真正意义上的脱毒苗 今天我就斗胆跟大家来聊一聊脱毒草莓苗 现在大家要看到我穿上这样熟悉的工作服 这两天非常的忙 在整理我的育苗床 在巨树砍树 从安徽出差回来之后呢 就紧锣密捕的投入到我的工作当中 在前几期视频跟大家预告了 要聊一聊关于草莓脱毒苗的问题 今天呢就斗胆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关于脱毒苗啊 我在一年前曾经在某一个平台上 跟某一位小朋友就杠过 你来我往的谈论了好几十条信息 我说你如果有耐心的话 等着我 等到有一天我亲自去过脱毒实验室 手里面亲自拿到了脱毒的草莓苗 再给你来深入的聊这个问题 因为空口无凭啊 当然我千里奔袭到安徽长丰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进入到脱毒实验室 亲自的参观一下 然后带回来一批脱毒的草莓苗 但是有点遗憾啊 当时那个脱毒草莓苗它还有点小 我们就没有拉回来 想着等到再过一段时间苗子稳定了 统一的再给我们打包装箱发给我 所以今天就干坐在这里 参照着我在长丰拍的那些视频素材 跟大家来聊一聊脱毒草莓苗 很多种草莓的朋友 特别是技术流 品种控 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 什么是脱毒的草莓苗 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概念上的解释 咱们就 因为信息来源比较多 这个我找到一个相对说起来比较专业的 是在植物体中 病毒的移动主要靠两种途径 一是通过围管系统 而分生组织尚未形成围管系统 二是通过包间连丝 但是这条途径 病毒移动速度非常缓慢 难以追上活跃生长的境间和根间 在旺盛分裂的分生组织中 代血活性很高 使病毒无法复制 在境间 巴拉巴拉巴拉 太多了 我们说一个种草莓的 我要去做这样一个科学研究 是不是太累了 所以飞与通过个人的理解 跟大家简化一下 所谓的脱毒苗 首先来说 它是组培苗 就是经过草莓的组织培养 来培养出来的苗子 在组织培养的这样一个 一系列的过程当中 做一个无病毒 无毒化的一个处理 在整个生长周期 做一个与病毒的隔离 这样的培育出来的苗子 没有带病毒 也没有遗传病毒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当然 这个草莓 在做境间组织培养的时候 我们再理解一下 刚刚我读的那一篇 关于脱毒苗的介绍 它是草莓的境间部分 也就是在草莓 扑附近最前端的那个位置 还没有形成微管素 在这个时候 它的境间部分 没有病毒的侵染 实验室人员 在无毒无菌的情况下 把这个境间分生出来 通过分生组织的组织培养 产生了新的草莓苗 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是脱毒草莓苗 下面可以看一看 我在安徽长丰 弗林农的脱毒实验室 拍的一些视频素材 大家更直观地知道 脱毒草莓苗 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脱毒苗脱毒苗 它需要在无菌的环境下 所以我们脱毒的 这些实验装置 包括人员的一些医物 都在这里面做一个消杀 这是超级工作台 因为脱毒苗 是从3月份到12月份 在这里面完整脱毒 12月份之后 拉在我们专门的 育苗的设施去做炼苗 这是手术室级别的超境台 这是接种的灭菌器 这还有多肉的脱毒苗 长见识了 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一点 这是一种瓜的脱毒苗 草莓的脱毒苗 早已经拿到炼苗室里面 去提苗了 所以我们在这看 这个是脱毒的脱毒瓶 里面是用这种 这叫什么机制 营养机 培养机 这叫 看到这下面这一层 叫胶质一样的东西 它就是脱毒苗的培养机 在这个脱毒培养机里面 不管是草莓也好 还是其他的苗子也好 它就慢慢的长出来根 这是组织培养 经过脱毒之后 真正意义上的脱毒苗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小小的 小小的 这么小的就是脱毒苗 从实验室里面拿出来